今天來造訪彌陀區的落底山自然公園 準備尋找落底山日均遺址地下大型配水池 我們來探訪落底山的日均配水池 順著舊營區道路往上走 右側區吊橋 這次不取 我們去落底山沿舍 會經過落底山阿婆店愛紅茶及水果的地方 看到落底高分16支 就可以看到落底山補典的登山口 落底山補典的登山口由這裡由右上去 我們來去看看 路程沒有很遠 這樣好像燙板的人蠻多了 所以路徑還蠻明顯的 抵達落底山補典 落底山補典風雕高48公尺 年輕二等三角點 內補四十二號 年輕車輛隊 山頂基本上沒有展望 所以我來探訪這顆 那底山的五點已經很多次了 我們原路下山 返回樓底山登山口 往右走 進入樓底山營區 走進樓底山營區 經過鐵門 鐵柵門 這個地畫蠻可愛的 來到岔路口 往左手邊走 經過籃球場 經過生態池 經過高牆後 往左走 就抓直的方向過去 可以看到一個方形水槽 這裡 方形水槽 方形水槽的對面 對面就是配水池 走上去 兩者相差應該 五公尺吧 四五公尺 這裡就是樓底山的配水池 我們來測量這個 水槽的深度大概多少 我做了一個繩子 大概三公尺 我們丟進去看看 我們丟進去看看 哇 深度超過三公尺 看起來 沒有很深啊 看坑完畢 好 我們離開 因為有文史工作者的紀錄啊 極坐標 我才可以找到這個地方 不然這個地方也是很難找 現在有了坐標 讓大家來探訪 比較容易 我們順著 原來的路走出去 往高牆的方向走 看更好 看更好 哈哈 配水池探索完畢 原路走回 尼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